魂仙玉必定要废掉池子 看来我们谈判破裂了 无愧是南氏仙王果然霸气非凡 但今天要保他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没错 地魂仙王 没想到你也跟狐生仙王沆血一气 要来处我的没处 南氏大哥 打打杀杀的多伤和气 不如你还是卖我们一个面子吧 这个秦男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接连来了三位仙王保他 我现在相信 你确实不是浮生仙王的传人 实不相瞒 我与帝魂仙王 红秦仙王也四位谋面 那他们为何要为了你得罪南氏仙王 你觉得呢 恐怕是另有所图吧 难怪此次会是拦截大帝 不过地神巅峰的修为 就能引得三位仙王出手相助 再加上他资质非凡 日后对于我们的威胁 肯定不是一般的大 诸位亲自前来 我岂能不给你们这个面子 我可以放过他 但我有一个条件 南氏道友有什么条件呢 尽管提出 我们一定尽力满足你 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 在此之前 我必须探查一下他的身体 确认他 究竟是不是我必须除掉的那个敌人 无助冲突 战神之魂 守住体内气息 但愿秦南不会被他查出什么问题 否则恐怕要有一场恶战了 蓝氏道友 秦南应该不是你必须除掉的那个敌人吧 确实不是 不过 能让体内的气息无暇如玉 秦南小友 果真是手段非凡啊 南氏先王谬在了 南氏倒有所不知 秦南乃是上古已经绝技的厄运之体 我什么时候成了厄运之体了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就不打扰了 秦南小友 现在就跟我们走吧 啊 他有人呢 跑那里去了 秦皇 你还好吗 东西你刚才为我出头 还是没有帮上大哥 不过 你能化险为夷 真是太好了 我现在要离开万丈天狱了 日后再会 我再与你好好喝个痛快 那就这么说定了 这痛能让他躲过一劫 可真是命荡 厄运之体 这又是什么体质 据问这厄运之体 可以对周遭天地产生影响 修炼到了极致 还能影响他人的气运 听起来 倒是你的旷幽仙体十分相配呀 你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秦南是厄运之体 是个走到哪摔到哪的摔神 仙芝妹妹 你还是离他远点比较好 我要跟谁亲近 用不着你管 给死的亲男 多谢三位先王前辈出手相救 晚辈感激不尽 先别着急道谢 所谓天下息息皆为利来 我们会出手相助 也是希望从你身上获得利益 晚辈知道 前辈请说吧 倒是一个心心通透的后辈 那我便直言了 九天仙玉有三十三个小仙玉 但其中有数十个 仍处在封禁阶段 你体内的医保 不仅能让先浮道地产生异变 也能让传承之地提前打开 之前六荒战场忽然惊陷传承 想必也是因为你体内的医保吧 确实如此 我之前说你是厄运之体 也是担心你的医保暴露了 原来如此 多谢前辈为我隐瞒医保之事 你们就别谢来谢去了 赶紧进入正题吧 那就言归正传吧 秦南小友 我们需要你体内的医保 催动一座封印的至尊洞府开启 不 难怪他们冒着得罪南氏先王的风险 也要将我救下 晚辈定会鼎力相助 但能否引发至尊洞府的异变 晚辈也不敢保证 这倒是无妨 但有一点我必须提前告诉你 若你胆敢将此事告诉他人 就休怪我翻脸无情了 前辈放心 晚辈一定会对此事守口如瓶 既然事情已经谈妥 可否让我们看看你体内的医保 前辈 那间医保已与我融为一体 我无法将其取出 前辈若是不信 我可以发下仙道誓言 我又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就算了吧 多谢前辈体谅 事不宜迟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至尊洞府吧 且慢 地魂前辈 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仙谷开启 我打算选几个参与 不如等我生仙之后再去吧 你这小子怎么推三组四呢 地魂倒影 稍安勿躁 其难享有若是生仙 对至尊洞府的影响 想必会更大 也能缩短我们等待的时间呀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不如我们先带你 去至尊洞府看看 等仙谷开启了 你再去参加也不迟 好 那就依前辈所言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 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 都关不了的人 既往永不崇拜 我在王城 白墨淘汰 下一个 起头 使用一次断步机会 第五成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那场记忆最后 真的 要他就成了去了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赵天 李清禾 秦家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的行为 不可能 当年你已经经脉尽算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想 能不能来吧 秦宇 大 大 大 是 这些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boss 变成为游戏大boss 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我们今天把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快 把人都 没有游戏 消毒 达 轿 轿 轿 吓